二三至二次赛季初 香辣鸡翅快餐店Winstop与活塞队进行了一项产品促销活动 只要活塞队赢球 那么点餐时就可以免费获得五个无故鸡翅 然而没想到的是 赛季开打了两个多月 活塞球迷仅仅享受到了两次活动优惠 而最近一次还是发生在10月28日 更搞笑的是 Winstop在11月末做宣传时 将公司logo放置在了海报比分证下方最显眼的位置 然而随着连败场期的增加 细心的球迷们发现 公司logo也在不经意间悄悄远跌的逼分牌 最后竟被移到了海报右下方的角落里 可能实在觉得连败有损公司形象 Winstop也只能尴尬自嘲 不如改一下活动规则 每输一场送五个鸡翅 因为你们值得一场胜利 而这条评论最终收获了两万多个点赞 玩笑归玩笑 在NBA竞技的球员们都有自尊心 谁都不愿意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近日和爵士的比赛 在这边包括马尔卡宁 乔登克拉克森 霍顿塔克 三元大将缺针的情况下 活赛依然以八分之差落败 失去了终止连败的最佳时机 比赛中 愤怒的活赛球迷疯狂倒戈 全场高喊 卖掉球队 而砍下28分的康明汉姆 则抢忍泪水 一连举三个走到场边 值得一提的是 面对球迷卖掉球队的嘲讽 活赛大老板Tom Gores 却要笑出声来 他在2011年花费3.25亿美元 买下活赛 而12年过去了 活赛队 如今估值达到了31亿美元 投资回报率 高达854% 这可能是这位一彎富翁 人生最棒的一笔投资 然而对于活赛球迷来说 事情可就没有这么美好了 作为云南球队的球迷 他们最热动讨论的话题 就是如何拆队 如何重建 在他们看来 队积大量选秀权 是重返荣耀的最快之路 然而事实上 如果选不到建队积时 球队可能在未来多年 都要在联盟下游徘徊 在2019年重建时 活赛拥有8个未来首轮选秀权 但其中仅有两批选秀 还算成功 2021年选中撞员康宁汉姆 和2022年选中运动能力出色的中锋 杰伦·杜伦 然而这对潜力内外组合 在仅打了12场比赛后 就出了意外 康宁汉姆脚踝扭伤 直接赛季报销 2023年12月 康宁汉姆在对阵老鹰时 哄下生涯最高的43分 然而活赛还是输了比赛 对比前两个赛季 康宁汉姆的表现有所提升 但是在控制失误 与防守人拉开距离这两方面 阻碍了他的发展上线 可能他永远无法成为 活赛想象中的那位舰队机士 除此之外 活赛在选秀上 总是差点运气 2020年 活赛在第7巡位 摘下空位 吉利安·海耶斯 却错过了12巡位的空位 哈里·伯顿 他们又在16巡位 选中小前锋 萨迪·科贝 19巡位 选中中锋斯图尔特 却错过了21巡位的马克西 以及30巡位的贝恩 而在2023年 好运依旧没有降临到活赛这边 在文败亚马的争作中 活赛虽然拥有联盟最差战绩 却仅抽到了5号前 而选中的奥萨尔·汤普森 显然无法凭借一己之力 将活赛拉出泥潭 除了选秀 活赛在交易上的决定 也充满质疑 2020赛季 活赛在应有杜伦和斯托尔特的情况下 依旧用萨迪·科贝 交以来大聪明 怀斯曼 又用吹拉尔和两个二轮钱 换来马文 贝格利的溢价合同 还将布鲁斯·布朗 白白送给了篮网 这一年唯一的好交易 就是在自由球员市场 欠下杰拉米·格兰特 并用他白嫖了2025年的首轮钱 2010-11赛季 在詹姆斯转头热火后 骑士遭遇了单赛季最长的26连败 但即便如此 其实最终还是拿下了19场胜利 并在下一年选中了凯里·欧文 15-16赛季 76人仅取得了10胜72负 创下了跨赛季28连败的历史最长记录 但下一年 他们也选中了恩彼得 然而对于活赛来说 今年的情况却大不相同 球他们对2024年的选秀行情 普遍不看好 市面上没有什么非常不可的巨星苗子 更重要的是 在新的选秀规则下 联盟垫底的三支球队 将拥有相同的状元签概率 所以想象一下 当活赛创下了历史最差战绩 结果最终却没能拿到状元签 就说有多惨 国王花费17年时间 才在去年打进季后赛 森林郎用了14年 才在今年突然爆发 洪峰7年未进季后赛 马斯也在伦纳德离队后 一决不振 所以当活赛球迷 还在对重建充满幻想时 球队却在短短8天内 三次狂输32分 所以 常年的联盟垫底 可能才是活赛球迷 接下来需要面对的试试 好了 这就是今天 冷饭说的全部内容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 订阅 加评论哦 冷饭说 我们下回 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